大家好,歡迎繼續收看這節的直播環節 這節請來的嘉賓有我們要財徵圈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阮止希,Harry,你好 你好 跟你跟進,有個消息 錄業制約編號2186宣布斥資36.8億元人民幣 去收購北京加林制約57.98%股權 完成之後收購價當中17.1億元人民幣 以招股所得來提供資金 今次的新聞消息來說 主要是看北京加林藥業 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公司 今次的收購來講 之後又會有什麼表現呢 如果你說看,今天看到很明顯 有一隻比較大隻的製約股 股價標升得很重要 就是剛剛上市的陸業製約 陸業製約今次主要是收購北京的加林藥業 對於為什麼股價刺激這麼厲害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一間公司如果是上市之後 集了一筆資金 其實主要都是一些業務的擴展 但今次的業務擴展的幅度來講 比市場預期為之多 因為上市集了大概 手頭多了二十多億的資金 其實今次用這筆資金 用36億去收購這間北京的加林藥業 為什麼要用這麼多錢 或者是否收購價的股值很貴呢 我看看這間加林藥業究竟是什麼 其實主要看到集團做一些心腦血管藥 其實如果你說這方面來講 心血管系統的藥物來講 其實在內地都是一個挺厲害的增長力度 剛才那節我們也講過 特別是一些血壓藥 這方面的需求 無論說不只是中國 其實全世界的增長力度都相當高 所以就說對於陸業制藥來講 市場整個憧憬 令到由於如果你計算 本身陸業這秒鐘升上來接近八個幾九元 這些位置 先得240億的市值 已經在用三十多億去收購這間藥廠 對於整盤生意或經營規模上 都擴大得幾多 而陸業來講 主要大家所認識的都是一些腫瘤科藥物 其實主要做一些癌症藥物居多 心血管藥物是第二大的收入來源 今次就收購這間藥業來講 其實我看回收入也有11億人民幣 你計算隨稅前日利都升上28% 挺高速增長的公司 所以投資市場 亦都對於整個本身 雖然我會覺得收購的PE 或者價值上來講 有少少貴 但它都保持到 保持到挺高速的增長 大家都給它一個讚 所以股價也是升得這麼厲害 但是說到今次的收購來講 見到現在股價都上升了超過1.7% 其實剛才還有時段是升超過1.9% 亦都是破頂 破頂價去到9元 現在做8.56% 今次來說你都說給它一個like 收購完成之後 今次都會發展得更好 股價表現方面 會不會有機會再突破9元的位置 如果你說股價表現之前 就要看今次的收購 究竟未來的前景上是怎樣看的 前景上來講 剛才我們講到這間目標公司 即是北京的加林藥業來講 其實你計2013年至2012年 在收入增長了3.6% 上到11億左右 而本身集團管理層也說 今年的銷售增長可能會更加快 上年增長了3.6% 今年的目標是五成的 相當高速增長 即整盤生意會增加一半 其實這間亦都在講 上一節講到四環 又是銷售模式有個轉變 他都用一些銷售模式的轉變 就是講他們都增加了一些經銷商的銷售渠道 其實就開始鋪進去 一些國大的藥房 這些做為一個銷售渠道 所以他們接下來的增長力度來講 比起我們現在的盤數來講 可能更加之高 所以就為何大家都會看 綠葉製約收購回來 會對於他的盈利也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現階段來講 綠葉製約 你看回他本身的業績 相當高速增長 你計順利上升了成倍上利 其實大家都很懷疑 是否一些低基數效應 或是以往因為要局上市 所以在數上做了一些水分 如果經過這些收購之後 其實對於他未來的盈利基礎 或是產品結構上來講 都有一個相當大的幫助 剛才所講 集中做一些癌病的藥物 例如肿瘤科來講 其實如果這方面的藥物 競爭性越來越多的時候 其實對於綠葉製約 其實未來的前景 或是產品健康性 未必是這麼大的好處 因為產品太過單一 今次收購之後 在心腦血管藥 在佔比上多了很多 現在我們見到 綠葉製約不是單看一個 本身整個肿瘤科藥物 我們看心血管這邊 而兩大的盈利基礎 相當之增長高速的時候 亦都見到 特別是一件事 市場給這兩種藥物的 valuation估值是相當之高的 因為我們一直都說 心腦血管藥 或是不同的肿瘤科藥物 其實如果你計算市場 複合增長率 在中國三四成這樣抽上去 所以股值上不停調高 為何大家對股價表現 是有這麼進取的看法 好像說得很好 觀眾的角度去怎樣看呢 我會覺得 綠葉製約 現在大家真的未買的話 其實你已經 錯過了機會 所以上去9元 市場預期的PE 都成38倍 39倍這些 借口 其實各大行都看 相當進取的看法 所以我會覺得 現階段來說 可能要等一等 都是要看一看 看看有沒有機會 補一補一些裂口 例如去到8元這些位置 才看回這隻股份 暫時去看這隻 就是綠葉製約 會是藥業股之中 即是股價 或者看法上面 最準確的一隻 好 謝謝Harry的分析 看到其實現在的升幅 就跌了一點點 升超過一成六 股價正在8.47 剛才我們那一節 都跟進過一些醫藥股 我們不如現在都看一看 就是有關板塊的表現 國藥跌5先步26.95 上海醫藥跌4先步15.78 石藥集團母升跌6.87 終生製藥升兩先步7.14 四環藥業跌超過2% 做5.2 復星醫藥跌超過1% 做24.9 康捷藥業跌超過1% 而威高股份跌4毫 神威藥業跌2先步13.44 聯邦製藥母升跌 做6.01先 這節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謝謝Harry剛才的分析 和你做回申報 這隻股份21866 六頁製藥 有沒有拿著 沒有 謝謝Harry 待會回來 會有問答環節家庭觀眾 可以打電話來 204-6566 或者電郵給我們 ask at bschannel.com 我們待會再談 再見